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七篇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 第二章 受军阀审判 第三次的审问主要是有关铁路工会的问题 他透露出在汉口破获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捣乱机关 捕获了杨德府等重要罪犯 从那里搜获的文件中和他们的口供中 证明他们的上司是张特利 现在从我的住所所搜获的文件中 又证明张特利及张国焘 问我有何话说 我回答张特利是我的别号 我是做着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 他即将这一点记录下来 在这几次的审问中 牵涉的问题很是广泛 有一次他问我 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闹得满城风雨 是不是因为俄国人或者广州的孙中山 拿出了大批金钱的缘故 我回答这点我毫无所知 我只知道民国以来 军阀闹得乌烟瘴气 有志之士 本爱国天良 不得不奋起救国 他听了我这番理论 面露得色 也许他是怀着没有了满清皇帝 民国到底弄不好的心情 因而对我的说法 从另一个观点去寄予同情 最后一次的审问 距离第一次已经两个多星期 这次是颇具戏剧性的 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说 他有一件公文 其中的一段恶要地记着我的口供 现在念给我听 要我站得远远的 他捧着这公文对我念起来了 其内容大致是 张国焘 别号张特丽 年龄 籍贯 出身 经历 系孙文乱党的中央候补委员 重要共产过激分子 非法铁路工人组织的总干事 历次聚重滋事 图谋不轨 以上各节 该犯君共认不会等于 他念完 要我在这个文件上打手磨 我立即反抗 声言这个文件未经我看过 所念出来的部分 也完全不是我的话 我愿意自写口供 却不能打手磨 他见我坚决反抗 便向卫兵示意来强制执行 两个卫兵将我的两手擒住 我竭力挣扎反抗 表演了一个打斗的镜头 结果 我的两手被扭在身后 前胸则被推靠墙壁 那个处长走过来 在我右手的大拇指上 涂上了一些墨 将那件公文在我的拇指上印了一印 当他们实施强制时 我曾高声抗辩 强迫打手磨 没有效 将来到了法庭上 我是要控告的 那个处长声言 这不过是一个照例的手续 现在审讯终结了 并声明 这里就是军法的终极审判 不准上诉 我于是连声问他 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怒声回答说 你犯了内乱罪 我又追问 什么叫内乱罪 他一面向我高叫 内乱罪就是内乱罪 一面对着那两个卫兵说 把他带下去 我被带出这间房门时 他又命令他的侍卫 将我的太太带来 与我见一面 不一会儿 两个女看守 挟持着我的太太来了 他站得远远的 不准走近我 也不准交谈 只见我的太太泪痕满面 我则悲愤交集 一瞬间 我们便分别被押回监房去了 我回到看守所以后 满脑子都是一些内乱罪 强迫打手磨 和与我太太不平常的会晤 我推想 这些都是置我于死地的象征 无疑的 内乱罪就可以判处死刑 如今又要我太太和我一物 更似行前的诀别 我推想我的脑袋有点靠不住了 但其他的同难者或可幸免 我决议设法挽救自己 首先设计和外面通消息 我几次以重架脱看守传递消息出去 但一直得不到回音 在审问我的期间 李斌也受了一次审问 他背上又增多了用军棍殴打出来的伤痕 我百般安慰他 想尽方法为他医治 我也知道了 他还是一口咬定他是厨子 并未因受刑而改口 审问官似也相信了这一点 因此 我判定他可以先我被释放出去 我和他记忆着 如果他能早获释放 所应做的事 特别是如何救助我和其他同难者 果然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李斌被释放了 这使我有说不出的愉快 我在优待室中 不觉已经住了两个多月 离审问的结束也有六个星期 可是我依然未获一点确实的消息 实在闷得难受 我屡次向看守所长要求给我书看 也大吵大闹过 但总未如愿 我于是实行绝食 以示抗议 在绝食的第二天 看守所长来问明了我绝食的原因 就向军法处长请示去了 这天十二点钟的时候 军法处长又提我去问话 他首先问我 是不是看守所虐待了你 我反问他 不给我书看 难道不算虐待吗 他接着故事和蔼地向我说 你是一个内乱未遂罪的嫌疑犯 要想很快地被释放是办不到的 你耐心一点吧 要看书吗 我吩咐他们给你一些佛经的书看 但不准用纸笔 我这次的要求总算有点结果 第一 我知道我已不是内乱罪犯 而是内乱罪的未遂犯 看来情节轻多了 而且那个处长曾明白暗示 我只是一时不能被释放 第二 我可以得到一些书看 我在推测 这大致是由于我的同志们 为我在外面做了不少的手脚 当天下午 看守长果然送来一部聊斋置意 我也就停止绝食 我在监狱中的情况 显然是改善了 就在我停止绝食后约一个星期的时候 居然有一位同居近在这所监狱里的新闻记者刘某 与我隔着墙利用那个小方洞交谈起来 他首先告诉我 墙两面的看守人员都以借故走开了 无论什么事都可以谈 他递给我一份旧报纸 要我看 这份报纸上记载着190名国会议员 为我们被捕一事 向政府提出质问 并要求立即释放 我看了这个消息 心情为之一振 刘先生还很高兴地告诉我 我们的案子现在是没有事了 最初在珍稽处的四天 是最危险的阶段 被送到这里以后 也可能依军法判处死刑 不过这种危险现在确定没有了 虽然当局仍有永远监禁我的意思 但事情究竟好办多了 说不定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便可以出去 他还告诉我 这些话是王法勤先生前几天要他转告我的 他今天才设法得到狱族们的默许 利用这机会向我传达 我除向他表示谢意外 并问他自己的处境 他告诉我 他是因发表反曹坤的文字而被捕入狱的 已在这里拘禁了八个月了 最初也是要杀头的 后来也由于王法勤先生等得奔走 缓和下来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释放 他也说到我和他彼此都是国民党的同志 都是由王法勤先生负责援救 王先生凭着人事关系 被我们奔走很是卖力 关于我知忠能转为为安的内幕 后来我出狱以后 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 这并不是他所能为力的 而是齐谢源的一句话 无意中发生了效用 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磨的公文 去见曹坤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 曹坤说 把他毙了吧 侍逢在座的江苏都办齐谢源 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 因而从旁插话 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 他们要大叫大嚷的 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 让他于死欲终 曹坤听了这番话后 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 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 这是曹坤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 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 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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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